走 起来 起来 下午凉 上午凉 同时 再重 再重 言语 请做 西米圈 这是一个西米饭酒 三大部分的状怂 致死隆文派 那前生以为隆文派 隆文派有一个高徒 从那个邱长春 他们一直传前生有一个高徒 叫尹真仁 尹真仁 他真正名字的话要查 尹真仁不知道叫尹真仁 所以尹真仁因为他的土地叫高徒 根据他尹真仁所写的这个例子 写成的是在明代的时候 元朝跟明朝 那时候我们弘扬前生的时候 是在元朝 经过了明朝的时候 传了好几代 他就有一个时候尹真仁 他修行成道尹真仁 他的高徒 把他写的这个秘密法 他写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姓文派 是这个高徒所写的 他书分为元 亨 利 真 四个阶段 四个部分 因为我们看《易经》都有元亨 利 真 因为他们都研究那个《易经》 元亨 利 真 其内容包含了怎样 韩阳本源 本源 舊父命宝 这是姓真命 安神鼓俏 瓮聚先天 智藏气穴 纵妙归根 天然核花 载药归如 乾坤教授 去旷邮金 临丹入零 长阳盛胎 婴儿献食运 朱黎苦癌 疑神任怨 端孔明星 本宇虚空 超乎三界 等秘诀 秘诀 这才是政治的秘诀 他一波多后的国家 所以这才是以后来的人担当 把这个全真 把这个性命规则 造成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典 我想知道我去性命规则 去到这里 我就去这个 跟这边进行北京白云馆 去北京白云馆 去北京白云馆 是在修堂中的地方 结果他们有卖性命规则 我说问他说 你们这边有比较好的 能够修议的 基础书是什么书 能不能介绍给我 他说有性命规则 你看一看都知道 我就解决性命规则回来 所以我这边也读原文的性命规则 跟这个环境一样 然后把这性命规则 全部弄到我们的电脑里头 就让我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 所以呢 在这边都是有讲出 所有的一些 重要的容级介绍室 像有本体细通 然后它是三线的密集 所以在三乘九种的功法 层层揭秘 为后代之 念阳者指名下手之力方 却属内念者最上层的功力功法 念者可以出城入化 迹象外迁 一绝原名六空遁海 例如上仅是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来传行 如今有一些最有成就的技工师 也在暗中命念这个方法 在做一个技工师 那是两天的方法 这个以前都是知识分子在传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 再放过来 隐真人继承了总结的道家 丹领泰 修炼的功力的功法 把炼仰功夫分为三乘九种 以四个步骤来进行周知 足迹 第一个 炼金化席 第二个 炼金化席 第三个 炼神还需 第四个 所以跟我们现在看现代主要讲 现代主要讲 现代主要讲现代 我们看道总统文字更清楚 这个是早期的 道家借的 释迦摩尼佛的三乘 这个幼子 僧僧文 圆绝 还有菩萨 为三个不同的城市 叫三乘妙园 或叫三乘密码 三乘密码分为大乘 中乘等小乘 中乘大概介绍都知道 来 看看 大乘者即神仙暴依之道 如何成仙的 才会成仙 在隐真人看来 暴依是人生修食的根本 这里讲的依就是道 就是真水 这个依的真水 天依生水 有没有 太依依生水 二生火 有没有 上次有上过课嘛 不要都丢完给我们 太依生水依水嘛 二台火嘛 桑木嘛 四金嘛 所以他所说 依这个道地生水 中乘的人 这是大师来看的 中乘即安民复国之法 内 内当他有所谓 九江四海的说法 都是指人体生命活动 中有重要的穴位 应该穴位 那哪里打穴位 都秦孤中有穴位 也秘密的穴位 而七真八法 则是比人体精济神 一类的存在物质 精济神又称为三法 三七 又所谓六贼 又称为六师 又称为六成 那杀六成六师嘛 所以道家也是要斩断六根六成的 是指修认者练功过程中 自己遇到的魔杖 中乘的阶段是要怎么样 要断魔杖 库尼的三法 精济神 跟他讲赢啊 好 此为 此为释迦的用名 所以这个中乘都用到释迦牟尼佛 佛教一些用名 小乘呢 这个是为什么有 长平战争之处 这个有点跟 殷壶金相同 殷壶第二叫什么 第一个 关天之道 直天之许 第二个 神仙暴御之法 第二个叫什么 复国臣云之法 第三个叫什么 强兵战争之法 有没有 殷壶金有分为三个阶段 上篇 中篇 下篇 有没有 他也有把殷壶金 这个自由化弄在这边 小乘就是强兵战争之处 道家认为 人如果修议到三寸的功法 就能变灾秧为福寿 这个是殷殷或 或乱或 修行者首先要 常保持清静 为本 本 为根本 这种大法 一般说来 修行者都要从小正而开始浮行 作为小时的功夫 先收心 先存心 先内视 先入境 先调神 先调形 先调心 单把每个步骤 具体的操作都有命 各种单觉 均有奥秘的情绪 所以呢 本书对每一种 单觉的玄妙真心 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和坚密 儒对安神主俏 梦渡先天一章来讲 他着重俏 修行者 要特别重视 主俏学的修炼 所谓主俏 大家会称为 重庙师们 玄关俏 子王公 尼王公 世家称为 尼端自在牧连 儒家称为 瑶池 真迹 依家称为 善丹 缘有四十多种的 隐晦的名词 作者开章名词指出 主教登记 己是汉字 不得是法 言是暗中设佛 盖主教走来 老子所谓 全聘之门是也 全聘之门是为 天地自根 好不好 跟我讲的都差不多吧 我讲也是 他也是 你讲这些都一样 所谓全聘之门 募真天宗 要得古神常识 居民全聘利根基 这就是因为 意念所在 玄聘一窍 玄关 而财使 财使在此 教会也在此 恒论也在此 恒论也在此 阿牧运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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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胎也在此 所以至此劫胎神话 谷谷在此 先知是神能 守此一窍 而敬丹之道敬敌 所谓 得一 得一 一二三四一 一二三四一 那个字错 得一 得一而万事必有 是也 由此 可见得玄关一窍 在内丹先生中的 至高无上的地位 和他的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 在行人情也会说 玄关一窍 一点点 两眼中间在上面 两眼中间的十字架 玄关一窍 无极 你不去那里 你下手 你不去那里 你不去那里 人心去神 好 在这里 丹代有个季宗大师 做了精深的探索跟棍树 现在玄关在人体解剖 过程中发现 玄关窍 在人体的脑部 聚留位置在 两耳间 有些人说的 我没有人说的 在我们里面 有些人说 两耳间 上方大红的一寸的部位 两眉的中心 两眉中心 上方半寸的部位 两眉中心 上方半寸的部位 你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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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们做参考 然后两耳间 方大红的一寸部位 两眉中心 上方半寸的部位 半寸 差距离的三点的临接处 有一个很小的例子 形状像松柱的果实 定名为 叫做松果体 这也是人家听的 各位叫做熟米珠 发现了这个松果体 有退化了你的四网膜 最后发现它们有成效的能力 然后再进步发现 有意志性的成数的作用 可以让你生理解剖学来看 这一种大发现 震生人类拥有三个眼睛 不是这两个眼睛 还有一个第三眼 对吧 三个眼睛 佛教里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 虽然属于形象塑造 都是属于有特异功能的 都是自己修炼 达到激活的玄关窍里面的 第三眼浮衍的第三眼 对吧 佛教里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 虽然属于形象塑造 都是属于有特异功能的 都是自己修炼 达到激活的玄关窍里面的 第三眼浮衍的第三眼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 心疼的地方 我才知道 你什么事情 就这样嘛 在想讲的地方 所以想你也是会放心 你如果练成发生 你也是有特异性 所以这讲得很实在 好 佛教里的说 这个很值得 我们来研究 就是这 天眼通 就其表现类类来看 大致分为内视 透视 遥视 是种空等 内视可以看到底的 有上的骨 骨骼 又出现一种规律 易能光向 透视人的体 透视 地下隐蔽物透视 可强可物透视 遥视是遥子 这些东西也 它夸直过程 在古代低眼通人 古代有 现代人也有 不是没有 这个跟电视机一样 它可以遥控 可以看得到 现在很多人修炼眼光的时候 尽管一手善单人 手行玩笑 搞得头昏暖 就其原因是 身体数字太差 或足迹不老 或者学者的东西太机械化 他们以为天眼功能出现 屏幕效率一定会在这里 其实不老 因 而因人而异 有的人看到东西 腋下 看 有的人是手上 有的人是拿一面镜子看 狐像就出现了 只要你修炼到 特异功能出现时 眼睛稍微闭起来 意念定在一个部位上 成效的部位就在那里 而是可见得 不弄清楚旋观一跳 修炼非常地若空 就不能登坎入室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大师动校著作讲 卢导大无事三家合一 性命双修 介绍内念的理论 以及具体的工法 陈臣来监狱 均有图文相配 把施塑 施塑壁团和盘的过出 已逞 后来的九云人 其行文 则并是第六 洋洋沙沙 庞针 柏林 必说云而后子 虽生要杂成 而大子属于道教 其徒味 自作精工 不具优美 挑衅鼓鼓 气韵生动 也为一来道书 好不及 故有道藏金华陆提药 推同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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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规制 所以我这一期北京白颜官 你都叫我看这个就好 好 你要看就是新民规制 清代著名的文权家 尤童在其性命规子序里头指出 至其今要由在 这是正义 一说 一 盖人生的正义是在正乎 是为正乎 是为正乎 动其而进 此义属因 是为己土 近其而动 此义属阳 是为悟土 念己土者 何而愚入之拱 念悟土者 何可悟之千 千拱以归 近丹之间 悟己者 从土之下 施其 又取归此之子 归 是不是两个土 悟土跟土 悟土跟土 今儿土都得到 叫归土 知道吗 是以归子 能显周易参同记 以及皇庭经 不增篇 还有一个叫 三道生命令 给我们做共和生命 因无心 也无 得归子 而游施又能够 归子之经运也 所以本书取道道的计划 为第一本参照 扫业三百十一本 进行整理效品 改掉少数一些错误的字 由于水平见日 不当日期 明达之正 在吴建史的新闻出版局出版的 好 来我们再看这